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今天关注几个议题来自于国际媒体对台湾的报道 我真的觉得最近台湾要了解我们家国家的 尤其是总统的政策 都得从外媒来看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就连总统的行程出访等等 我们都得靠外媒 但今天其实有个消息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虽然它不在大标题大板头里面 可是这个华油的报道说 是台湾官员劝告了麦卡锡 今年不要访台 因为呢 不是根据这个金融时报报道 蔡总统四月过境 美国在加州这里会见议长 美国中院议长麦卡锡 这个前因后果居然是 他告诉美国的官员说 今年如果访问台湾的话 麦卡锡会被国民党拿来操作政治目的 所以才会希望邀请这个麦卡锡 直接在美国见面 今年不要来了 这告诉大家说 过去他可以用培洛西来操作台海冲突 台海仇恨来赢得选票 但是今年看起来 民进党认为风向不一样吗 民进党事实上当然是不希望这些来了 因为上一次培洛西来 他们搞了九合一大选大败 然后现在两岸的战争调子吵得太大 谈得太高 当然对民进党也不利 现在就票投民进党 台湾变战场 这个不是宣传口号 这是事实 所以民进党当然内心早就这样想了 可是我怀疑他们敢去跟麦卡锡去开口 因为我认识的这几个 知道的这几个民进党台面人物 包括蔡英文 他们不敢冒这个险 他们讲什么照办 真的敢去规劝麦卡锡不来吗 还是去拜托 所以我觉得这些报道的整个动机跟目的在什么 就是还给麦卡锡一点面子 因为麦卡锡现在是最闹肿的 就在很容易他的这个 如果说民主党就说 你不是很勇吗 你不是要上任就要去台湾访任吗 谁都无法阻止吗 对不对 去哪里是你的自由 没有人能够指定说你能去哪里 哇讲得很大声啊 后来为什么不来了 对不对 四月也不来 四月快到了 对不对 八月也不敢来了 要搞到明年 哎 明年很久哎 基本上啦 麦卡锡是这个整个案子里面 大家好 真的他是最怂的一个 就是说他不是要来要来 结果不来了 那所以要给他一个下台阶 要不然他在华府很难做人 也会被人家抓到 也会被抓到小辫子啊 没事就拿出来消遣一下 这是个说辞啊 这是一个说辞啊 台湾方面劝他 所以他才没来的 对 并不是他自己不想来 不敢来 他不敢来 基本上是 基本上我认为啦 基本上 他是应该敢来 可是问题就变成 拜登政府可能也不想让他来 也不想让他来 第一个他又不是共和 他又不是民主党的 让他来做秀 对你来做秀 过去裴洛西是美国 美国他们是同党的啊 那你这个麦卡锡说实话 你吓一下他 他外交经验没有 吓一下他 他真的不敢来了 我是觉得大陆大概有吓他 因为是这样子 对台湾来讲是安全的 不过当这个外媒的 报导成说 就是怕被国民党 拿来操作政治目的 真的是很高桥了 把国民党看得很高啊 瞧得起 国民党给拿来这么厉害 国民党有反对过吗 国民党还表示欢迎不是吗 对啊 国民党一直都表示欢迎啊 从来不敢在这方面 有任何对美国不敬之处啊 所以这个报导 我看到的关键句只有这一句 这个是完全 怕被国民党操作 这我们了解台湾政治 我们就好 这句话就是 根本就是 就是捏造出来的一件事 这就是闭着门在写故事 就是误会大了这样 他写故事啦 他这个也把国民党给那个 给国民党 也误会国民党 要还国民党一个清牌 对啊 国民党这一方面 党中央一直都说好欢迎 跟美国是跟民进党是同路的嘛 对不对 同路怎么会用这个来来做 搞不好那个 如果麦卡锡来的话 国民党也会去跟麦卡锡 跟办公室讲 拜托也来我们党中央看一下嘛 对一定会这样的嘛 所以这个报道基本上 包括我看那个 Financial Times几篇报道 就是说基本上都在替麦卡锡怎么样 换家 目的跟动机都是这样 因为麦卡锡基本上是怂了 对 叫的那么大声 最后不来了 不来就好啊 那就叫蔡英文出来定 是台湾的 是台湾 这个就他就比较 对他来讲是伤害最小 所以呢 那蔡英文就出来 就出来名字借你用一下 你去做故事就好 都是写故事 我觉得现在 现在牵涉到恶物战争啊 牵涉到美中冲 美中冲突啊 基本上媒体 基本上我觉得 那个可信度啊 都很低 那我觉得都要靠自己 各方面角度来判断了 因为这个如果连带的新闻 一起看下来 就觉得有意思了 因为大陆 当然国务院换写 几个最新的人事内阁 底定之后 就有很多这个 大家的讨论嘛 包括这些新面孔里头 很多都是没有在中央历练过的面孔 但是无论如何 习加班 现在面对的是国内的经济议题之外 对于美国的围堵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自由时报 还有今天 其实这都是来自一个经济学员的报道啦 就是说 经济学员系列报道里面告诉大家 你看今天登了自由时报的头版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哇 很厉害 要嚇阻中国如果失败 就是说美国要嚇阻中国清台失败的话 美国印太司令说没有关系的 他会准备战斗并且获胜 当然这个角度大家切的不一样 经济学人探讨台还紧张 但是对于这个联合报所切的角度 就是说 其实如果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 最短可以预警台湾的时间 只有几个小时 这是一个系列报道啦 那整体看起来就是说 以目前整个大陆相关的谈话的基调 其实是希望和平的样子 样态是摆出来比较明确的 至少在武力犯台这些谈话里头 并没有被强调 可是在相关的媒体报道里头 尤其是西方的媒体里面 倒是一直把这个风险度拉得很高 而且认为美国的角色是准备战斗要获胜 成为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你觉得这个看起来 是不是也有一些矛盾之处 或者只是他们所希望的风向呢 基本上是在做大外宣 带风向 就是两岸兵凶站位 这个其实过去差不多一年 美国一直在做 西方媒体一直在做 一个礼拜都好几次 对然后打个时间都不一样 然后重要人 重要人是 比如说这一次他讲什么 美国的又是谁啊 印太司令 印太司令又出来讲话 印太司令基本上 是重要高层的军政官员 讲话是不能随便讲的 基本上都要得到 他最近常常讲话 常常讲话 也就是呢 而且对外讲话 基本上 所以我认为上面有一个政策 叫他们都出来讲话 印太司令出来讲话 陆军部长出来讲话 海军部长出来讲话 海军部长还说 那个中国大陆用奴工 来制造军舰 现代化军舰 就是一连串的 然后呢 有关台海发封危机 哪一年会准备好 中国大陆哪年准备打 已经出来 我们今天 我们就说过去三个月 美国政府高层员的发言 然后美国重要媒体 有关台海问题的 这种兵凶战危的这种文章 加起来 已经让我们都想不清楚了 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次 每天每三天 三不五时就给你来一篇 三不五时就给你发表一个 今天为什么又做起来 就是那个Economist 英国的经济学人 他这个等于说整集都在报道 台湾跟中国 就是说美中之争 台湾的这个问题 前面还有一篇文章就是 中共两岸发生战争 每天都在写 Financial Times Washington Post 然后呢 这个干嘛 制造一个两岸之间 必有一战 而且呢 随时可能开打 迫在媒介 迫在媒介 中国大陆每天没事干 就是春天在准备打台湾 就是这样 造成这个 造成这个 真的好 很多东西啊 说多了真的变真的 这就是他们就在搞的 那所以我觉得 这是美国的文宣大战略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这样做 那再加上我们台湾这边呢 还有一位先生 每天配合美国的讲法 就是中国大陆 随时准备要打台湾 这位先生姓吴 姓吴 明昭谢 那他每次接受外国媒体的时候 都好像老共马上要打了 然后他都已经 外交部长是别人的小老弟 对 然后他已经跟受访的那个媒体的国家 已经呼吁他们说 请你们到时候一定要帮我们 我们准备打仗 可是现在要打起来的话 请你们帮我们 你去看他最近半年讲了几次 哪一次接受外国媒体是不讲台湾 准备台海兵凶战围 他就天天要讲 结果呢 最近说什么 说什么别人在讲什么台湾是乌克兰话 这个是最大的武蔑 那请问一下你们每天在讲战争 那现在有战争 就是乌克兰在打仗 那打仗就是乌克兰话 那台湾乌克兰话 就是一个不错的比喻 那又不准人家讲 只准自己讲 这什么政府 只准自己讲台湾兵凶战围 中国大陆准备要打台湾 别人不能讲 那这算什么 而且很矛盾 就是蔡总统在这段时间来的几次谈话里面 要强调的都是说 他不会让我们的孩子上战场 只是照撤 不上战场 对又不会引发战争等等 就是要让 因为这个议题已经不见得是民党得分了 大家发现了在民党主政之下 可能会造成危险 让我们的家园受到侵害 也许就像他要抗议 说我们变成太平洋 乌克兰这种危机感 到时候现在两边操作 一边又要讲好危险 一边又要讲说 我们不会让大家上战场 这个矛盾 其实都是为了选举话题的考量 可是他自己都不觉得矛盾吗 我们听了都觉得很矮油 他自己不觉得 他就是国王的新衣 你知道 他就是被自己的这个骗述给献在里面 深信自己讲话都是对的 每天好矛盾 每天很矛盾 他基本上想的都是选票 想的民进党现在想的就是选票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 你当权 你是要为台湾老百姓谋福利 你是要让台湾这个地方 是一个风水宝地 免除怎么样 战祸 免除各种不幸福的事 你有想过吗 没有 想到就是我要当权 我要当权 请问一下你当权的目的是什么 你当权台湾有更好吗 你当权搞了没几年 台湾就兵凶战危了 这样我们不得不怀念 马英九总统 起码他在的时候 有鸡蛋可以丢吗 对 起码两岸是让大家怎么讲 觉得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其实我们都是战争阴影下长大的孩子 我小时候后我们战争阴影更大了 那时候两岸之间 那我当兵的时候真的是整个带旦 我在金门待了六个月 军府从来没脱下来过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夜巡 你知道那些部队每一个晚上 真的是整个晚上在金门岛走一遍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金房部的政策 就是说金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 这个晚上都有部队在干嘛 所以你当兵是在外岛 我在金门半年 后来调回来 因为我们前面光受训就 入训就半年 在步兵学校三个月 然后我到后来又到国防管理学院三个月 就半年 训完才去当兵 那刚好这个话题 待会就可以来聊这个二胆 二胆我知道 失踪的消息 对于这个国安到底影响有多少 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这个 听了很多 你知道我爸很好笑 我爸说他已经住院一个多礼拜 每天在奔波他脑中风 中间一度不太清楚 或者是意识清楚 或讲话讲不清楚等等的 结果他昨天就是很清楚 我昨天半夜在那边待到蛮晚的 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 酸鸡酸掉了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你怎么突然问我选举 我又说 我会算啊 拥完没了 我说明年 半年啦 明年要不要算 我问你 你想要想 我说你要想想 我都想你假如想吗 韩国瑜 你还要考他 没有啦 我 他以前还比较偏绿耶 我说要华青鸡 他说华青鸡 他在谁 他好有意 他就给我一个答案 国瑜党还没人 不好意思 说答案是什么 这好笑 他变蓝了 他变蓝了 就很担心 有国有民 算机算了 大家都想到安全有多 和平有多可贵 对不对 战争太可怕了 战争不只是家人一两个住院而已 大家都有生命加财产上的危害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新闻到8点22分 欢迎回来中央宣网千秋万事的现场 我是浅秋 今天一样礼拜一 邀请我们接吻几前大使 一起跟我们讨论时事 是浅秋早 各位朋友大家早 刚刚大使前一段讲到 他在金门当过班年的兵 所以对于这个二胆 有个阿兵哥失踪了 结果被发现在中国大陆上岸 这个是由 还不是官方任何证实的管道 两岸的官方都很低调 完全没有证实 其实是由陈玉珍委员 这里有私下的管道 非正式的管道 证实说他至少人平安 在中国大陆上岸 但问题是 一连串一下子武器被调包 然后没肉吃 然后到一个上兵不见的 那今天两报 中时跟联合有两个 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比方说联合报 他就是形容说 被大陆俘虏了上兵 的话 俘虏的话 会清楚全岛的兵力 武器 甚至整个布防 武器的时间 全岛算是火防 或是有多少人 然后以及交接班 等等的全岛的布防 都会被掌握 那到时候可能 是不是要全部 全面来进行换防 或人事的安排 要考虑 但中时的观点 就是比较按照 这个宪调局的 这个调查的方向 就是说 因为他的值级很低 应该没有什么情报上的 关键资讯可以在手上 所以应该不至于有任何 这个情资安全的危害 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 不必太太太太把它扩大 这个这个这一次 这个上兵 那么跑到大陆去的 这个问题 那我自己在外岛经验 真的外岛真的在心情上 要挑事 你知道上兵的话 可能他他去了 到他回来 他没有机会回台湾 我们那时候 大概能够回台湾 是很难的 我们都服役的 所以我半年在金门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就是每天在金门岛上 金门岛上还很大 还有地方 还有很多 我们礼拜六 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去 比如说 就京城 山外 还有夏新 什么 有些城镇去观光一下 放放风 可是你就是不能脱军服 就对了 连这个内衣 放假也不能脱军服 就全部不行 没有穿过便服 每天都要从三三 二十四小时都穿军服 然后呢 就是说出去吃个小茶 就这样 那有一些野战部队 因为我是在后勤部队 还比较好 野战部队 我看他们操得很凶 那个真的 我也是看他们 那个站在那个大雨下 大雨下 淋雨一个小时 全部部队 闻风不动 站在那个地方 站在轿场上 我那对我们国军的 这种战力 油然 那种敬佩之心 油然而生 真的是钢铁禁旅 可以打仗 然后那个军官 每个那些眼神都充满杀气 很凶悍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我对国家很有信心 我觉得 哇不得了 这个是钢铁禁旅 可是反过头来 那个服兵役的这些 大家心情上压力很大 那你要知道他在二胆 大胆已经够小了 二胆更小 每天转一圈就在那边 走一圈可能不要 十几分钟就走了 真的 对对 非常小 非常小 然后心情上面 压力很大 我那个时候去 我那个单位 在山上 我一去以后 你知道那时候 哇一下船就去到 先到你的司令部报到 报到以后就说你分到哪里 然后你就准备送过去 就 后来送过去 我送我的单位 我保密 一到这个单位以后呢 我们坐个大卡车 我坐后面 哇好威风 我一个人坐 坐在那卡车 那个户斗里面 送进去 一看 我就跟我们那个 送我去那个司机的 那个 那个 那兄弟说 哇我们这个 我们怎么 怎么这个 我们的连 我们的连办公室 怎么这么 这么雄伟啊 中国式的 传统宫电式建筑 就我们那个 送我去的弟兄说 我们希腊那个是金门兵义馆 兵义馆 他说我们 我们部队在哪 他说隔壁啊 金门兵义馆 所以我们就 我们那个连 我们集合场就在金门兵义馆旁边 我很讲啊 不是三不五事 隔一阵子金门兵义馆 晚上啊 他就灯火通明 那我们就知道又出事了 你知道 一出事 然后我们那个兄弟兄啊 小朋友他们就去打听 哦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是 出事 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都是枪击事件 太苦闷了 太苦闷了 就有些想 枪击事件是大家不知道的 可能消息是 频率真的 不会传出来 频率真的超过我们想象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到擎天厅去 去 啊 举光月 我们那时候 我预官嘛 我们也去 啊 司令在那边讲 所以说 哎 这个月 怎么伤亡这么重呢 我想说又没打仗 还有伤亡 就是意外 还有这种哈 这种意外蛮多的 真的这个 这个在在那时候 在前线当兵 真的心理上面压力很大 有的 有的 有的是当两年兵 有的是当三年兵 像这一位是职业军人 所以他应该是长期在那里 长期在那里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在那么小岛 小岛上也可以借高利贷 当然这个消息 很有待证实 现在是网络时代 还是 我跟你讲 什么都有可能 军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里面也是各种人的 各色人等都有 可是生活在一起 关系密切 有的时候就 碰来碰去 就是个小圈子 你知道 所以圈子是很小 然后呢 又是一个层层解制 所以心情上 真的 你当兵的 你真的要心理 要很 素质要很坚强 然后能够承受各种 各种的这种 羞辱吗 压力吗 羞辱 那是日常常变换 没事就被吼两声 是 长官 谢谢长官 爱护教导 军队是要这样子 要不然怎么打仗 怎么活下去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也替在 在我们前线服役的官兵 真的 我也觉得真的是 就是磨练 吃苦 那时候我们就常常说 吃苦 吃苦就是吃 不 吃苦就是吃补 你看我们那时候都靠这样自我 自我勉励才能够撑下来 但是一个火房能够掌握多少机密 我自己个人不虽然不见得了解那么多军事方面内部的状况 但还是蛮怀疑的啦 所以真的玩笑话讲说像去一个火房的阿兵哥会不会大家开玩笑讲说是要去想办法帮大家找蛋找肉 还比较有可能 对因为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好好笑 刚进来之前看到电视媒体报道的说有个富人 因为他骑车好不容易到处奔波买到两核弹被偷走了 然后就很担心啊 后来总算找回来 然后接受访问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 我因为买两核弹就可以上新闻 就是大家有多稀缺 所以这个阿兵哥会不会是因为这种伙食的问题啊 开玩笑啦 有可能 但他能够掌握多少情思跟情报呢 您的评估 我觉得他根本也懒得去掌握 对搞不好也没有用心去掌握 他掌握这个干嘛 可是 跟当年林毅夫当然是不能比较 我跟你讲做火房蛮难做的 因为每天吃完饭 我们那时候在部队里面 尤其在前部队 真的大家就很在乎吃什么 对不对 他就很在乎 今天这种 唯一的乐趣吗 都没有瘦肉 都是肥的比较多 你知道 会被抱怨 会被抱怨 我也 我们那个时候轮流嘛 要带着那个 第一个 就我们会带着那个同仁 弟兄去菜场买菜 我们也每个 我们也轮流过 到菜场去买菜 真的 你就说 你看你买什么 看你买什么 真的 你要为那个 大家吃的负责的时候 压力也挺重的 稍微吃不好 下面人就意见很多 哎呀 这个怎么搞的 那个谁 那个介绍位 怎么他 这个月轮值 怎么买的菜 都比那个 黄烧味的差 是不是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是有压力的 真的军队有的时候 是细细索索的事 并不是每天都要讲 国家大事 那是生活上面 面临很多压力 那火防的话 真的 每天就准备 你整个单位的人吃饭 你得负责 其实是还蛮重要 蛮重要 蛮重要 对士兵来讲 是最重要 有一个人就会说 你搞那么辣干嘛 你搞那么闲 难吃死 你想听听看 你是不是心里有不爽 对不对 然后军队里面 也有些 真的难忧不起 各种各色人都有 说不定也会有一点什么状况 谁知道 基本上是没有 可是也得任劳任怨 但重点是现在 对岸对于到底有没有这位上宾 被 不管找到 在他们那边 然后用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他怎么说 他的说词是什么 目前因为双方的官方 完全是没有沟通管道的 这个将 这个是将来 已经是长期的问题 但现在是这个事件里面 直接凸显出来 两方没有沟通的时候 那蔡政府的所谓 直接美丽和报形容是软肋 对啊 蔡政府基本上 他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两岸 良性互动的 一个通关密码 对不对 你上来就没有九二共识 没有九二共识 什么都没了 两岸之间就断了 对不对 那你今天你觉得 你觉得无所谓 我就是想断的话 那你就干脆就不接 可是问题我觉得 民进党就这样 他就希望两岸大家怎么样 老死不相往来 然后呢 最好就是说 把大陆都丑化 所以一上来 他没有觉得什么不便 他们就反而得到政治利益 对可是问题 一回到实际面 例如司法互助 什么都没了 例如像现在 对 那同样 同样是台湾人民选出来政党 为什么国民党当选的时候 国民党一个九二共识 哇两岸搞得怎么样 大家风生水起 一年来了几百万大陆观光客 哇到处怎么样 到处 到处 起码要花钱嘛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老百 我们基本上 我那个时候在高雄 看了有一家 那个做珊瑚的 珊瑚的公司 好大一个珊瑚城 那里面都是大 都是宽广 那个游览车 一步一步 往里面看 我认识了起立山户 对好大一座 那个是连高雄的八 八五大楼都有好多 对就在八五大楼啊 大的空间 蛮小的 对啊 我当时就想 我们台湾哪来那么多珊瑚啊 其实都是路客 现在都快要完蛋了 都是因为 没有团客 到现在还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九二共识而已啊 像夏立炎这次去大陆 他就感觉就说 好像你只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的基础啊 他说真的 真的就是一个通关密码 你要他说 哎配合一下 怎么这个做一下 这个我们台商在那边怎么样啊 你那边啊 因为王沪宁就跟 就跟夏立炎 当场讲说啊 跟着 当面指示宋涛 宋涛坐在下手 他说 你好好办一下 能够通案解决 就通案解决 不能通案解决的 个案也要解决 啊 如果啊 不能解决的啊 你要做出合理的说明 你给我去照办 就当场就 就指示那个国台办主任啊 对啊 然后 然后夏立炎到了大陆 他跑了好多地方 他十天啊 上海啦 北京啊 什么成都啦 重庆啊 然后武汉啊 这些地方 他说全部一把手 大陆的一把手 就是地方的头头通通出来接待 然后呢 但是他回国来 党中还是不让他公开说明 这个他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说明一下 然后呢 都是说你有问题 我帮你解决 大家一起来解决嘛 对啊 就是有共识 他说基本上就是 只有差一个 他说 像夏立炎 他说 他就是一个 退休的公务人员嘛 那 那国民党请他来 做这方面 两岸跟这个国际的 那他觉得他到大陆 然后他说有些地方啊 因为赶行程啊 对方要给他交管 交通管制 那大陆民众说 哎 这是什么团啊 哇 你看国民党的团 他说那真是非常理喻 非常理喻 他差在哪里 他说就差一个九二共识 他九二共识 所以韩国一说是定海神针 定海神针 九二共识事实上的话 是解决实际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议题上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中共方面 还是按兵不动 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官方版本任何说明都没有 也没有做任何的 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上兵的状况跟内容 都没有讲的原因 因为两岸司法复住 基本上是重刑罪 他才会介入 要七年以上徒刑 大陆才 依据两岸司法复住 他才会涉入 那现在这个上兵呢 我觉得现在是什么 现在 现在民进党政府 比较想把它写成什么 是属于逃兵 逃兵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不能够符合 这个两岸司法复住 这个门槛 可是他如果叛逃的话 正前叛逃的话 那可能就终身监禁或者死刑 所以就看你怎么认定 但叛逃人家又怎么会送回来呢 叛逃他就不会送回来 不过我在讲说 这位老兄有什么好叛逃 你不是上兵 你叛逃什么吗 所以啊 对不对 你知道林毅夫当时什么身份 林毅夫是马三连连长 连长 他那个时候是国军重点培养的 他考上台大的 然后念了半学 他就仇笔从容 那时候你去查 他当年仇笔从容有多风光 他那个时候去上陆关 然后陆关对他重点培养 所以他说上才是真的有我们布防计划的 马三就直接对着大陆的 那是心战喊话战 最近的 对他是马三连连长 搞了几个篮球 还是排球 扶就扶过去了 后来有他的同僚说 其实他不是事实什么 没有篮球 就是游过去 但他的确把相关的资料 带在身上带过去 那我是被骗的 因为我那时候想打篮球 后来金门没有篮球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篮球 球都给你没收 所以是这个案子 我看这个发展 接下来 关键在于两岸 第一个我觉得是没有沟通管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 中共方面怎么来面对这个阿兵哥 他怎么处理他 如果他自己个人意愿是留下来 因为阿兵哥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回来没什么好事 一定 选择留下去的机会可能较高 对啊 他回来也是五年徒刑啊 逃兵啊 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什么 什么皇亲国旗的关系的话 我看民进党也会重办他一下吧 对不对 不过我是对我们前线官兵 我是比较 我自己干过前线官兵嘛 所以我是比较同情 我是比较同情 真的真的心理压力是比较重啊 像我们那个时候还比较 那时候已经 我当面的时候比较 已经比较老了 比较成熟一点了 真的你要十七八 十八九岁的小朋友去啊 真的很那个 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金门 在寿山 一个部队等船你知道 那睡了那个大通铺啊 那个都是所有要去金门的 都从高雄 在高雄港你知道 大家都在那个部队里面等 那我们那时候等两个礼拜 因为那时候天候不好 风浪太大 我们船不能开 我们就躺在那个床上 哇那个床上 那个床板上写的都是诗啊 是 就是一幅要那个 金科刺琴的那种诗 冲消消息溢水寒 壮士去夫妇寒 每个人都要变成诗人 就是要派到前线的 那真的那个感觉真的是 还蛮悲壮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制设是什么 我们坐那个开口哮船 那现在那个港口已经 以前军港是封锁看不见的 我们真的就 一早四点钟就开始 衣服 就从那个寿山走路下来 走高雄市区走到现在 那个 那个码头进去 进去我们 哇 终于可以坐船了 真的一上船以后 他那个开口哮就是 就是一层啊 中间肚子这样打开 走进去 然后就是那个船舱上垫着 那个木板啊 就好像那种仓库那种木 木条定的那个板 好 右转 右转 然后就 一声口铃 蹲下 我们想说 怎么搞的 没有床啊 对不起 你就蹲在那个债货的那个板子上 就当货一样运过去 可以理解军人没有多么的辛苦 虽然那个尊严跟被尊重是 必须的 给他们好的基本的伙食 跟生活必须品是必须的 但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但其实我们现在 不是没有 女生没有在军队里面待过的 看到现在两岸的状况 或者是 比方说我到厦门去 到沿岸的城市去的时候 我感觉到的是 两岸 这个沿岸的城市 跟台湾这边 金马地区的民众 是和乐融融的 而且是真的有好多 交流 甚至投资 互相家人都在对岸 是这个交流情况 是所谓的敌意 早就已经降低到不到哪里去 根本就都是一个 共同生活圈的概念 没有敌意 这个蔡英文他们会不高兴 对啊 像我是第一个 我又当过兵 我家族关系 我们经过这个 伯共内战 家族损失 受了很大的 骨肉分离 我当兵 我在前线 我是 武之力 我就反战 我就主张和平 我所以去做外交 我没有投笔中容 我是就是觉得 我们要避免战争 战争对所有的 一般老百姓来讲 再怎么样都是悲剧 真正获利者 就是那些政客 就是那些政客 在那边煽动的 现在你晓得 主张和平现在被 被你知道 我们现在被戴了一个新帽子 什么 失败主义者 投降主义 投降主义 失败主义 更 更 更 讲很清楚 就是说 中共同路人 现在我们主张和平的 现在很惨 贴这个标签 贴标签 你是失败主义 你是散播失败主义 你是投降主义 你是中共投六人 你是岛内的 这 你去金门 你去当兵 当兵 当兵一段时间 那天 我讲了很多 有人发现说 聊了一下说 民进党这些 这些吃香喝 肥头大耳 这些当权人物 他们的子弟或他本人 好像都没有当兵 对啊 替代役的替代役 他们子弟有送到军校去 不用当兵 免疫的 连沉水扁都不用当兵 不用当兵 现在的 现在有一位先生 马上代表民进党选举 明天就要领表登记的吗 他小孩都是美国人的 他美国人哪公 那你就不要讲 叫台湾 台湾人 年轻人上战场 你没有资格讲 你如果要讲上战场 每天要准备打仗 把你儿子调回来 先送到军校 英国这个国家 某种程度让人家敬佩的 英国每次打仗 皇室都要上战场 做战斗的第一线 那英国的 现在那个小王子 他以前战斗级分析员的 你自己 你自己躲得远远的 天天在那边 雷动战鼓 叫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 都要上战场 对不对 你们你们这什么 居心什么 马上轻人死不了 你你今天 你今天蔡英文很简单 说林飞凡你不要叫了 你现在就给我去 你现在就给我去 投笔从容 对不对 你你做一个 你做一个 你做一个 做一个榜样 蒋介石的时候 那个时候 然后史达林 他说叫你儿子过来做人子 十几岁就送过去 送到俄罗斯 在俄罗斯在冰天拳地 最后他活下来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最后 蒋介石要找他儿子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住俄国大使 不是蒋庭府还是傅炳昌 我看他回忆录 结果呢 他根本失去联系 蒋介石说 我有个儿子 在俄罗斯 猫瘾血 我有个儿子在 在俄罗斯 现不了在哪里 我想要跟他联系一下 结果那个 应该蒋庭府 跟苏联的外交部说 他蒋介石叫说 他想跟他儿子联系一下 你帮他找一找 结果苏联也找不到 找了半天说 这个人质没有好好保护 对 他说好像最近在西伯利 最后才把他找回来 然后找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记得蒋庭府说 他不认识了 骨瘦如柴 对 那个蒋经国 他真的吃了苦 民进党哪有这种人 就是经过苦 他会知道战争的可怕 战争可怕 怎么样维持 一般辛苦的人 对啊 的一基本的权益 所以民进党 我们不能信任他 你们这些人 天天要搞革命 要我们去上战场 跟你去 你去憨打喊杀 你为什么 你们自己 你们这些 有把孩子送到军校的吗 造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不要造册我们16岁的小 跑着跑着逃着 你们自己 你今天 你今天赖清德 你造个册 你们民进党的这种高层官员 你这种民进党党官吃香喝辣 拿中华民国人民的薪水的 吃中华民国人民的纳税钱的 这些人 你造个册好不好 你们的 你们的 你们的小孩 有上军校的吗 有自动请因上前线的吗 现在国难当头 你们有做出 做出什么 做出一个榜样吗 你叫你们那些什么 什么林长佐 什么不要每一个出来都是服服什么 什么什么 替代役 对不对 每一个都是服替代役 可是天天都比别人勇 哇 这些讲和平都是投降主义 不要讲那么多了 我起码我们 我们这些还在台湾 我们还扛过枪的了 还睡在那个碉堡里面 一个人睡啊 外面那个风吹的 我们真的每天晚上 真的 真的就在那种环境里待过的 或者真的像战场保家卫国的 结果反而后来被羞辱了 被羞辱啊 我们的官方却不说话 我们等一下广告休息一下 其实真的 对于台湾一般民众的心情 是不是跟我们执政党 距离很遥远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想要聊 这个吗 初选开跑 领表还是想聊 我觉得国民党 怎么很让人担心 国民党 对啊 真的很让人担心 对啊 哎呀 王建轩参选你的看法 我那天访问他 我其实感触很深 就是如果他一个 这么高龄的长者 都还要出来拼 代表他真的有多么的忧心 当然我也觉得 他不会真的想完真的啦 他真的只是想要来 类似传道宣扬理念而已 可是代表他有多担心 他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 我觉得可是他这次背的十字架 有很深的意涵 对啊 对我觉得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 然后呢 他知道 他应该做什么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壮宣网》 千秋万事 我们看到民营党的总统初选 期程公布了之后呢 明天 今天 是今天 昨天讲明天 今天他将要 赖清德要进行领表 登记 那登记时间可能会是 3月15号啦 今天是13号 所以他领表之后 接下来 看看党内还不会 会不会有其他人领表 看起来好像 目前是没有什么迹象 但是国民党呢 国民党现在 也还不太清楚 朱立伦说 要做球给我们 主要的候选人 他自己也不会 加入民调的 这个评分里头 同时 选举办法会在4月出路 看到几个相关的人士的 表态里头 王建轩 上礼拜 我们大家访问到的 让大家觉得很有感触 大家也许有些人会善笑他 但是我非常敬佩他 我觉得他就是 就算是 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他有那么多 自己家里的事情要顾 有自己的生计要顾 要空意要顾 他还要站出来 登高一呼这一把 这样卖命的来喊 就是因为太担心 我们国家的前途啦 那可是真正在局里面的人呢 有没有办法放下私心 真的为国家来拼一把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刚刚讲 那个王建轩 我对他这一次出来 我听了他的讲法 我认为他是一个 背十字架的人 他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台湾 那他说他的唯一政见 就是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嘛 那这个我觉得 他就是代表 他是有价值 有理念的一个人 他不会说 他的思想 他的想法 对于什么是对台湾最好 台湾人对台湾的未来 最好的一个答案 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他的信念 可以说他的信仰 那这个可能 对独派的人来讲 就想把他打入大牢 可是呢 他代表了个什么 就变成就说 在台湾 现在变成主张独立的人 好像才是爱台湾 主张和平统一 就是卖台湾 他现在就要打破 这个民进党 花了很大时间 造成了一个 错误的一个观念 大家都爱台湾 住在台湾的人 无法氛围 你不能再住在台湾的人 你觉得说他是恨 他是害台 他是爱台 大家都爱台湾 大家都是爱台湾的出发点 可是呢 大家 要让台湾 有更好的未来 的解决方案 是不同的 你不能说 政见不同 谁就是卖台 谁就是爱台 这就是民进党搞的最大的 一个 对台湾最 分化 分化的 过去搞省级的分化 现在搞这个所谓认同的分化 那王建宣意思就是说 对台湾人 对台湾的下一代 对台湾的现在 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就是两岸和平统一 他就是要传达这个理念 而且呢 他是基于爱台湾的出发点 对吧 你们天天讲独立 我请问一下 那现在给你独立 你为什么又不独立呢 又搞了什么中华民国 台湾 对不对 那你知不知道 你独立准备一定要打仗的 你你打仗的话 谁付这个代价 是谁去打这个仗 对 你独立了半天也没独 那个那个孤宽敏先生都已经 对不对 都已经 巨龟盗山了 对不对 那他也没有独立啊 那只看到你们这些民进党的 这些人打着这个 不清不楚的独立大旗 然后每个吃香喝了 搞出像这个林志坚 这些这些啊 年纪轻轻什么都不会 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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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就会就会增加预算的 两亿的预算修一个棒球场 修成什么样子 拍照啊 最近新竹的外海 抓不到什么鱼 海底的什么都抓不到 为什么 清到废土到海里面 对啊 这是谁干的啊 你们这些人爱台湾 就我主张台独就爱台湾啊 那你那 那你贪污是爱台湾吗 你把台湾的海岸线破坏 是爱台湾吗 你搞一个那个球员会受伤的 那个烂球场 你是爱台湾吗 你不能说你主张这个 政治主张你就是爱台湾 你做什么恶事都没有 都都都不对啊 我们像王建宣就是有勇气之人 他才在这种啊 大家都被民进党怎么样 插水表啦 然后呢 送仪送法办啦 然后呢 这些哈 这些哈 这种 这种像这个自由时报 天天抹黑啦 天天怎么样 给你戴红帽子 给你搞一大堆 王建宣就有这个勇气 他不怕 他不怕 他当 国民党中央作为参考 他当这么大官 住在那个一般人 大家的公寓里面 窝在那里 他有今天出门有司机吗 没有 有3B吗 哪像你那些民进党 全家都捐出去了 你们哪像你们民进党这些官 现在出来还得了啊 蔡英文出来 跟那个皇帝出巡一样 跟你交通全部给你控制 你这些 做这些官的人 天天就怎么样 吃香喝辣的 对不对 你去看看王建宣人家做官 人家做的是大官 就是主张的内容 大家可以讨论 也许不见相当 但是他这个刚刚站出来的勇气 跟想要论述清楚 他想要什么 请之邀感 就告诉大家 所以国民党中央不应该也是这样 他是为了台湾避免一场战祸 他是为了台湾这个地方 人民的一个安居乐业 他是为了台湾未来的长治久安 他提出他的政治主张 这个政治主张是被民进党 要准备打入大牢的政治主张 可是他今天就站出来讲 对 王建宣 王建宣为什么得到大家的尊重 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 他叫这些大公司的老板 这些经济大牢 到什么 到他办公室来开会吃 大家一起吃便当 他绝对不招待你们 不接受你们任何招待 清廉致辞 然后呢 退休以后两袖清风 你现在有这种官吗 民进党官哪一个 你指出来哪一个像 王建宣 他还可以成立六个基金会在做公益 所以那天在访问他 现在还是有些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这样反访他 还是这个是王军来出征他 就酸啊 酸这个我这个年纪的 还出来选什么 意识形态嘛 其实我真的认为他站出来 应该的是给国民党一个很重要的警钟 现在如何把自己的论述讲清楚 立往立场站稳 然后接下来这场选战 2024真的能够帮人民 做好一个掌舵的方向 让人民可以愿意选择你 这很重要 对民进党这些 这些当然他们这些网军是拿钱的啦 反正就在那边哈 这个这个被意识形态左右 然后天天在内部制造敌人 天天给人家 给人家给人家挂挂这个戴帽子 戴红帽戴什么帽子 只要意见跟他不合的 通通给你戴个帽子 就帽子制造厂 我觉得这什么风气啊 你在台湾 你有你有办法的话 帮台湾这个好 在国际上发声 走到走到走到这个有台湾的这个经济更进步发展 你们做了什么 只会在内部制造敌人 制造分化 最后还叫日本人跟日本人 那个叫什么 正 因为正上 就是在日经新闻人家供出来说 我讲这些问题台湾这些问题都是你们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我只是转述他的话 对不对 这个人 华民 对啊 蔡正元是蔡是武招谢了 郑文灿 对 郑文灿 他化名 郑中贤 对不对 他说讲这些什么蔡英文的没有办法只控制军队 90%的这个95% 好委屈好可怜 对对 都到大陆去卖情报 这是民进党高层人讲的 现在把这个人抓出来啊 真的也是无能至极啊 对啊 对啊 你现在 你现在 你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你只会拿中华民国招牌 来做自己护身符 你台独也不要了 对不对 你为了什么 为了你们这些人吃香喝辣吗 你哪一个人 你现在找出来一个民进党官 像王建轩在当官的时候 那种风骨 那种清廉 那种情政 对 一心未功 一介不取 你有这种人吗 是 你找得出来 你找得出来 请赖清德公布一下 现在看到的都是什么 接受性交代 而且长期 对啊 还被拍下录影带 都是小云的密友 然后各种利益交换 那个买房子 各种连在办公室干坏事 什么都是 哇 长期为之 然后都没有在怕 对啊